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如果你覺得我現在是鴛鴦眼大細眼的 沒錯,我這隻眼腫了 因為剛才拍片之前,我的貓少吉經過 要我拍屁股和梳毛 我對牠的貓毛是敏感的 平時過幾個小時就沒事了 不過我預約了這個時間拍片 就要大家忍受一下 超級無敵的腫 我有想過把這隻眼睛貼雙眼皮膠紙 弄腫起來 但是我找不到 所以沒辦法 今天這條片又是開箱片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我會買DONKI 然後有其他的不同開箱 但是好像不覺得我有買過阿布泰的東西 其實我暗地裡是買很多的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沒有一次過買很多回來做一個開箱片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自己推薦在阿布泰買的什麼 還有一些我新入手的東西 跟大家一起開箱開箱 如果你覺得我眼中敏感 都繼續拍片是很值得的 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有什麼便宜的東西 我第一時間都會在那裡分享 很多人以為阿布泰只是買泰國的東西 好像盈多一樣 經常都是賣零食 其實不是的 除了一些泰國的食物 生活用品 甚至化妝品 護膚品之外 他都有很多香港小眾品牌的食物 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有一半是泰國的 有一半是香港小眾品牌的食物 首先就是每次去到阿布泰 第一時間我都會被那裡吸引 很開心 站在假面前 不斷選 有很多不同款 香港小眾品牌的手工啤酒 我最近減肥其實喝少了很多很多酒 但一站在假面 看到這麼有特色的啤酒 我就忍不住買回來 最多減肥成功的時候 當作慶祝吧 好像這兩瓶 八爵茶和玫瑰正山泡里的啤酒 是不是很特別呢 另外還有這個品牌叫香港成陽 我買的時候有三件白髮指 所以我就選了三件 因為我被其中一枝吸引了 就是這瓶莫里啤酒 不過大家看到它的啤酒漏了 我都未開 但它就吐了泡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換飯 所以我待會有單的 試試打去問一下 我最有興趣就是它 雖然我控制著不讓自己喝那麼多酒 但我對於買酒精的抵抗力是抵於零的 當我看到這瓶香港風味的醉檸茶之後 我就二話不說了 兩秒都不用就放進購物籃 它的酒瓶樣子已經很有趣了 然後凍檸茶再加上酒這個配搭 我完全沒試過 它的酒精濃度不高的 7% 和平時啤酒差不多 所以都不是一些很烈的酒 講完酒精我們就講一些主食 在阿布泰有很多香港和台灣的粉麵買的 我個人最推介就是永樂粉麵廠的特龍蝦子麵 為什麼我這次沒有買呢 因為平時我會直接上他們的麵廠 一大顆一大顆的入貨 所以我就沒有一包包去買 如果大家有興趣試一下 然後又很少時間可以去到他們的麵廠買 因為我有媽媽幫我上去買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阿布泰買的 特龍蝦子麵、魚蓉麵、蛋白魚蓉麵 我自己都非常非常喜歡 今次我沒有買這個 就買了另一款 就是這個一碗半麵的艇仔瑤柱麵 我覺得這個包裝很有老香港風情味 所以就吸引了我 永樂粉麵廠的蝦子麵 就是一大包裡面有一個傳統的麵餅 而這個一碗一碟的半麵 就有點像台灣那種 一盒就有三個 每個就有一個半麵和一些醬料包 我記得它有兩款 我自己選的就是這個艇嘉瑤柱半麵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買未吃過 如果好吃的話 我就會在Instagram跟大家分享分享 除了買這些香港品牌之外 在阿布泰當然是買泰國東西 我發現他們都有買一個 我自己喜歡的泰國開架化妝品牌的東西 前幾年家人去泰國旅行的時候 我托他們買了很多FOR YOUTUBE的化妝品給我 去年我本身計劃是去泰國旅行 就打算大手入貨 誰知道就去不到旅行 今次在阿布泰見這個牌子 我就忍不住入手了幾樣 彌補一下自己的小遺憾 我買了這兩支唇膏都是同一個系列 在我的記憶中我已經很久沒買過新唇膏 而且他們只是$45 所以OK啦 非常非常滋潤的質地 有光澤 有點像那些油色潤唇膏 但鮮艷版本 給你們看一次 它是這樣扭出來的 另一隻顏色 有點像泰式奶茶 一隻紅一點 一隻橙一點 完全不一樣的 我現在嘗試加少少在臉上給大家看 它是超級好滑的 這顏色很漂亮 對不對 還有為什麼我會買兩支呢 因為這個8號色和2號色 我現在嘴唇是2號色 剛剛只剩下一支 通常去到這些位置 我就會忍不住 全部拿掉了 然後這個這麼大盒 大家可能以為是眼影 胭脂 錯了 怎麼會這麼容易讓大家猜到 其實我買了一塊鏡 因為我家的鏡子全部都被我坐爛了 大家看到我的化妝片 經常拿著很小的鏡子 我沒有一塊是可以照到全臉 所以我記得這塊是29個多 我看一下有沒有錯 29.9 除了實用來照鏡子之外 我覺得拍片的時候這個顏色都很漂亮 所以值得買 還有就是這一盒陰影光影粉 它貴少少少89.9 但是有陰影和光影 光影這邊是有閃粉 所以我覺得好像很方便 還有我用Himi用到很悶 用了三盆 它的粉不算很細很滑 有少少粗燥感 但是我沒試過泰國的Shading 所以就買來玩一下 然後就是一些泰國食物 我很喜歡買肉鬆 因為我經常做皮蛋豆腐 或者炒飯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加肉鬆在那裡增加口感 所以一看到減價 這次是10元一包左右 就會入手 這個是香辣味 這個是泰式咖喱味 沒有的 這些肉鬆是很難不好吃的 只要你是喜歡肉鬆的朋友 你就一定對的了 但是說到第一位 一定是這種座山的肉鬆餅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 平時零食我只吃兩三塊 這些我可以一次過 起碼吃半包以上 一包都沒問題 雖然減肥不應該吃 但是我覺得拍這條片 沒有理由不分享我最喜歡的東西給大家 所以我也是照買回來 唉 放在這裡引誘自己 好像不是太好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很好很好吃 這款豬肉鬆的米脆餅 是我的all time favorite 然後這款蝦絲香米脆餅 我自己都喜歡吃的 但是這個一定是最好吃 來到最後就是這三樣生活用品 我是無限回購 差不多用完的時候 我就會去買的了 這一包就是腳底貼 裡面有一包包的藥包 還有這些腳貼 我想大家都有試過用這一類型的產品 因為很多地方都可以買的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個人很累很重 而且睡得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去貼 貼完就會有改善 所以長鼻家中都會有這類型的貼貼 然後就是這支 用來通鼻塞用的 這支我沒試過用完 我每一次都是不見了的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會用的了 都是扭出來的 然後塞在鼻孔 噢 現在沒有鼻塞 真的很強勁 但是如果你鼻塞的時候 一塞下去就會通了 很棒的 鼻敏感人士 簡直 然後阿俊要介紹就是這一盒 不要看它平平無奇這麼小盒 其實它是我人生最重要的 其中一樣生活小物 它是一盒蚊膏 神奇小蚊膏 這一盒我都用了一段時間 裡面就是這樣 青色的 少少透明蚊膏 以前我去泰國 是大手有貨回來派街坊 有這種大盒的 會放在家裡 還有一隻小盒 我會帶出去用的 每一個人用完都會覺得它很好用 因為只要你有蚊膏 多癢都好 你塗完它之後 一分鐘內 你會忘記自己被蚊膏咬過的 還有這裡這麼大盒 是可以用到整個夏天都有剩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這一款 我以前拍片都應該有說過 但是可能一些新的觀眾不知道 我用生命去推介你試一下這個 今天我就跟大家開箱了 我是阿布泰新買的東西 也都介紹了一些 我自己無限回購的推薦小物 如果大家平時有留意到 我在哪裡買東西 想我做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歡迎留言 或者DN告訴我 希望你也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 然後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錄到三天 還有星期日的到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4 星期三 感谢观看